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税局说是所有你拿的这个失业救济金都要这个扣税的 所以呢很多人就已经完成了报税之后呢 国税局又做了修改 就是说你拿的这个所有失业金当中的头一万零两百块是可以免税的 那所以呢那说国税局又告诉大家 大家在这个部分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他要做系统的更新 那非常多的人就认为他们可以在这次这个退税上面 可以拿到一大笔这个退税的钱 那有些人就甚至认为他可以拿到一万零两百块的这个退税 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啊 那国税局的一个核算来说呢 平均下来每个人如果你已经是报税的话 那平均每个人可以获得一千块的这样的平均的一个报税的一个返还啊 那这些报税的返还将在这个月五月份开始进行这个处理 然后呢首先是面对这个啊个体也就是单人这个individual报税的这些这些单身汉啊 单身的这些人 然后之后就慢慢对于这个家庭啊 在陆续的在进行这个退税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关心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看你的这个退税的这个情况啊 那JP Morgan还有这个联邦储备局 他们的一个调查就显示了 在今年啊在去年和今年 那所有的这个平均下来的这些美国的家庭平均下来 他们把他们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财产的41%都放到这个股票市场里面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而且这是自1952年以来的这种家庭投资的这个最大占最高的一个比例 而且呢啊就是这些投资者去借钱啊 借钱来这个投资到股市里面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大 达到了这个创纪录的这个高点啊 那在201010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你借钱来投资进入股票市场的那个时期 当时的数字是2800亿美元 现在已经达到了8000亿美元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在股票市场里面 所以呢非常多的分析家认为 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像21年前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泡沫啊 这个泡沫股市泡沫然后瞬间就一下就崩塌了 所以非常非常像当时的情景 有很有可能遇到同样一次的这种泡沫出现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分析家认为 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种纾困经济的这个建设的这些 资金投入在投入到美国这个当中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要保持信心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判断一下 那另外关于这个政治方面 那最近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边境又开放了更多的这些收容所 所以呢让这个边境现在看起来就趋于一种瓶颈 那现在的话呃美国在这个边境收容这个孩子的这个数量 已经递减到了84%啊 那这个因为他开了其他的设施 那这样子的话也因为这个其他国家 那些中北美国家在帮助这个美国来控制难民的数量 所以呢现在是有了明显的这个好转 但是肯定还是有非常多的潜在的问题 还不能放松 那在礼拜天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 也就说了国会必须在现在能够马上的 呃要去判明和确定要如何来支付这个周拜登总统 提出来这个四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呃花费啊 那他就讲了这个当中要对这个公司要征税 要对富人要征税 要对这些富人在这个股票市场上的收益要进行征税 那这个这些方面都是也是符合周拜登总统 他提出来的一系列的征税征税的这个呃计划 那当然了对于共和党人也就非常的反对 那共和党的参议院苏珍·康林斯就讲了 他绝对不会赞成这样的一个对于公司的一个征税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状态 因为美国如果再增税到公司税到百分之二十八 那就会超过很多很多的欧洲国家包括了中国的现在的这种企业税 这样子的话会让美国在将来一年内马上瞬间就丢掉一把万个这样的工作机会 也让非常多的公司可能更想要又要去到别的国家 可能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设立他们的公司或者分部 那这样子的话又和这个美国这种恢复美国重建美国这样的一种概念 又有这又有这种反向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势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问啊这种阻碍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美国要从这个阿富汗撤军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9月11号这将是就是延长的一个新的日子 但是这样的一个日期由原来5月份延长到了9月11号 这样子一个延长其实对当地阿富汗的塔利班人 塔利班还有塔利班组织非常非常不开心的 他们认为你要走就赶紧走 那那现在你延长了那我们就要我们就要搞事情 所以他们就已经是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一轮的一些恐怖袭击 然后造成了一些重大伤亡 所以呢甚至他们会对美国本土再进行这些恐怖攻击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 离开阿富汗离不离开 这个塔利班还会在 现在的问题可能还会存在啊 那COVID-19这个部分 疫情这个部分很多的这个大学机构 还有这个研究机构都已经表明了 现在可能真的是看到了抗疫的这样一个曙光 就是说美国真的可能已经处在处在了一个彻底恢复的一个状态 那COVID-19的所有的这个致死率 还有这个进医院的这个比例已经大大的减少了 所以呢从这个部分啊 我们也要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希望啊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一个欧洲的一个新闻 啊瑞士的一个城市 那他就要求在瑞士 啊当地城市的所有的这些流浪汉 你我给你买一张单程机票 免费的单程机票 你可以飞到欧洲的任何的国家 然后呢你要签下一个合同 这个合同上面你要写 我啊不会再永久 我永久我不会返回这个城市 那这样的话政府还要给你额外的22美金 包括一张单程机票 让你飞到任何你想去的这个国家 那你你的你要做的就是你不能再回来 如果你如果一旦发现你再回来 那当地政府就要把你驱逐出境了 因为瑞士是一个不 对于这个当街乞讨 还有这种流浪汉这种是违法的一种行为 所以呢瑞士这个城市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办法 把这些流浪汉要把他们要驱逐出去 最后呢关于今天有一个啊 这个叫做房屋贷款上的一些有趣的信息吧 如果你是啊你是有房屋贷款 你也知道每个月你要付房贷啊 那我们这里就以这个25万啊 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贷款数额 然后呢你要贷款30年的话 那我们看看这个你的每个月的赔付会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一些信息啊 假如你是一个30年的贷款 你贷了25万美金的这个贷款 那你每个月按照正常的这个利息加本金再付 那但是如果你每个月额外支付100块钱啊 额外多支付100块 那你整个整个当你这个贷款完成后 你整个会省下这个利息省下两万零六百块钱 然后你会将在第26年就将付完你的这个房贷 如果你每个月额外多支付300美元 那你就可以整个省下来四万七千块的这样的一个利息 那另外你可以在21年的时候就付完你的这个房贷 如果你是每月多支付500块钱 那你整个省下的利息将达到六万四千美金 然后你将在第17年就付完你30年的这个房贷了 好了这个就今天5月3号的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